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邱彦琪 我的英文名字是Ager 那从我开始进入职场之后 很多的学弟妹每当他们遇到职业上发展的困扰 他们都会来寻求我的意见 今天我希望把他们的困扰带给大家 不是把困扰带给大家 是让大家来遇到他们的困扰 来帮他们做一些选择 首先第一个学弟他所面临到的情况是这样 他现在即将要从大学毕业 他在犹豫他是要继续升学 专攻国内的顶尖大学的研究所 还是他要凭着大学的学历出来工作 那县长做个简单的调查 会建议这个学弟就读顶尖大学的研究所的 请举手 继续升学 好 谢谢 建议这个学弟开始进入职场 开始工作的 请举手 好 谢谢 看起来好像一半一半 接下来又有一个学妹 问了我一个更刁砖的问题 她已经进入了职场工作 而且是在很不错的外商公司 她很犹豫的是 公司的工作环境其实非常的稳定 发展也还算顺利 但她已经开始知道每天明天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她开始在思考 她是不是应该转换跑道 好 转进业务相关的工作领域 重新开始学习 重新进入职场 重新开始她的业务生涯 一样请大家帮她做决定 建议她继续在稳定的工作环境的 请举手 好 建议这个学妹 转战业务从零开始 从头开始工作的 请举手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第三个学弟 更举手了 她遇到的问题是这样 她已经拥有三到四年 在外商公司工作的经历 准备目标往专业经营人的方向前进 但同时遇到一个问题 她大学时期最好的好朋友 揪她一起出来车库创业 她很挣扎 因为大家都知道 创业风潮非常的盛行 她很困扰 所以她问我这个问题 但我没有办法帮她回答 请她 给她一些建议 建议她继续往大公司 往上升迁目标专业经理人领域 继续发展的请举手 大公司 这公司是国际知名的公司 薪水还不错 非常的优渥 好 建议她离职全职创业的请举手 好 谢谢 其实我们想想看 如果你就是这个学弟或这个学妹 你会怎么选择 我们会发现要给别人建议 要帮别人做决定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可是如果这个情况面临到你自己 那又会是怎么样的选择 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三个学弟妹做选择的故事 我是邱彦琪 我毕业自清华大学计量财务金融学系 那我分别在两间外商公司任职过 跟伙伴在后来一起创立的一间公司 现在在第二间新创公司挑战新的不可能 新的可能 那我们知道其实人生是一连串 有选择以及决定所组成的旅程 其实这些选择跟决定 随着时空的变迁 会慢慢的去调整 甚至很多情况是你毫无自觉的情况之下 你就做错这些选择 就像以前我们可能出生抓咒的时候 我们抓的是金汤匙 抓的是算盘 抓的是教科书 随着时代的演进 现在抓的是智慧型手机 数位单眼或者是平板电脑 但我们人生是由不断的选择 以及决定所组成 那究竟这些选择的过程 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困扰 腎上腺素加速的过程当中 又享受了什么样子的风险 所以这故事就从清华大学开始 我很喜欢数学 但是我又不想只专注在数学领域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在清大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科系 它是计量财务金融学系 它专注在数学 资讯 经济 还有财经领域 而且它是国内第一个理组的财经 所以那时候我透过申请入学的方式 进到清华大学就读这个科系 那我们知道除了学校的这些课外 课业活动之外 有很丰富的课外活动 尤其我们想到清华大学 第一个想到就会是年度的赛事 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的美足赛 没有错 我也参与了 我在大学期间三度扮演了清大美足赛的吉祥物熊猫 每次只要在重大的赛事 我绝对不缺席 因为熟乎也在那等着要跟我对打 那可以看到拉队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里面那个人是我 那当然除了课外活动之外 我在大三那年跟着伙伴 那这些伙伴全部都是理工背景的伙伴 他们分别来自于像电子所啦 生意与环境科学系 或者是工业工程研究所 跟学士班的这些伙伴 我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团队 参加当时在国内很有名的 ADCC商业个案竞赛 那我们团队组成非常的特别 我们全部都是理工背景的 当初这个比赛有名的地方就是在 他与企业做连结 由企业实际给出企业所面临到的问题 让学生来做提案 那我们的团队用感性的方式 去了解每一个人真正的需求 然后用理性科学化的方式 来做这些绩效评估 还有衡量绩效的衡量指标 很幸运的我们团队成为了 在这个比赛赛史上 第一次获得创意满分 也是第一次由纯理工背景打入决赛 并获得冠军的团队 在那时候我对于解决企业的问题 非常的热血 而且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所以我开始思考 对我现在才大学 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往上攻读研究所 好好为我想要进入外商管理顾问的 职业之路做准备 所以我开始去准备研究所 同时运气很好 我在我准备研究所准备到一半 突然还真的有一个外商公司的 顾问实习生的职缺找到了我 那时候我开始做出我第一个选择 我很挣扎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人生嘛 还有很多重来的机会 我想说试试看 那我就决定暂停 终止我准备研究所的过程 开始我在外商顾问公司工作的实习生活 那我就开始我在IBM的 顾问实习生的生活 那这故事就到了IBM 在IBM整个专案过程当中 我完整的经历了一个 从头到尾完整的专案经历过程 它是一个新商机管理的顾问服务员 那在过程当中也是一样 真的是第一天进到了专案管理室 我才感受到 学生其实在打比赛 或者我们在做这种个案研讨的时候 他往往是纸上谈兵 可是真实的职场里面 每天都是作战的氛围 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善事 所以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非常享受在 每天进到办公室 就神采奕奕 准备要作战的感觉 当然在毕业之际 我也得到了老板的认可 说好 退伍的时候 你可以再跟我们联系 我们来看怎么样进入IBM 那运气也很好 那时候就在我几样退伍之际 遇到了金融海啸 那时候我还依稀记得 在整个实习生活当中 我的专案经理他给了我两个建议 其实我已经完整经历了 IBM这样子的服务的 顾问咨询服务的整个流程 所以他建议我不要再回IBM 再找其他的公司发展 他是偷偷跟我讲的 第二个他建议我不要去HP 因为在那个时候 HP是IBM最可敬的对手 那于是我真的听了这个 专案经理的话 我就在金融海啸过程当中 重新思考 确实顾问生活可能不适合 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 我可能想要找一份 真的是可以从基础学科 从基础的学识 来培养自己的工作经验 所以第二个我没有听他的话 我进了HP 开始去做供应链管理的工作 那在HP是非常不错的环境 你可以看得到说 你可以布置你自己的办公室的空间 你可以把从各地寄明信片 给你的这些好朋友们 他们的祝福 贴在你的Cubicle上面 非常的欢乐 而且在过程当中 也无意间培养了我沟通 还有谈判的技巧 那当然同事也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得到说 这是我们上班的正式服装 那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 还有说跟同事之间的氛围 其实非常融洽的 但是慢慢的 每天早上当你睁开眼睛 你已经知道今天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慢慢的感觉不是那么兴奋 所以我开始思考 是不是要做指压的转换 这个时候我做出了 我人生第二个选择 我迈出了那一步 我投履履给IBM的 业务部门单位 那同时原本 顾问服务部门的老板 回来问我 要不要重新加入IBM 所以这个时候 我挣扎了一下 决定给自己再一次新的挑战 重新返回顾问业 凭着自己可能还很年轻 但是怎么样去就自己 在这个领域上的知识 提供企业顾问服务丸 所以我又回到了IBM 而且这一次是正直的回到IBM 在IBM一进去 这间公司非常的大 而且它有完整的训练课程 我们的新人训练 其实是在北京 跟来自中国 以及包括 里面包括蒙古 包括北京 包括云南 跟还有香港来的伙伴 然后两岸三地 一起在这里面去做training program 是非常兴奋 那些非常振奋人心的地狱魔鬼咒训练 那当然在过程当中 也不断挑战自己 所以在IBM任职的过程当中 我也获得了公司所颁发的 价值典范奖 那这个在IBM一年 只选出各位数不等的组别 那这是非常高的荣誉 更甚至有机会 我也会提供自己的知识 给更资深的伙伴 一些教育训练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不错的机会 也让我感受到 在这间公司有很多的无限可能 往往顾问服务案的生活 就是往返在高铁 饭店 客户的办公室 就是这三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很羡慕顾问的生活 因为每天都可以住很不错的饭店 但是往往我们没有时间享受到 所以随着每天这样换饭店 随着每天早餐的不同 甚至没有时间吃早餐 你慢慢不再那么兴奋 慢慢觉得有一点疲倦 因为它就是一个自私化的生活 所以我开始思考 而且这个时候刚好大学的伙伴 就是刚好看到在ADCC里面 有另外一个伙伴Jeff 他是我在大学里面很好的学长 问我说 秋秋有机会的话 要不要离开你那该死的稳定生活 出来跟我一起车库创业 这时候我面临到第三个选择 这个选择下得不容易 但是下得非常的快 因为我自己思考 当我在30岁之后 如果我有家庭 我有小孩之后 哪一个选择是我不会做的选择 我想应该就是创业 因为相对创业的风险 其实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在IBM的春酒上面 我分享了自己对于 智慧型手机未来的趋势的分析 那也获得了大中华区 顾问服务部门最大主管的认可 那我就是在当天提出了辞呈 那这个决定非常有趣 因为到隔一个礼拜一 所有的主管都在追杀我 我说为什么你做完这个演讲 才提出辞呈 为什么不要早一点或是晚一点 那不管 我那时候提出了辞呈 因为我觉得人之所以会衰老 永远都不是因为面容 而是你已经失去了那份 不顾一切的闯进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要不断地去淬炼你自己 不断地让自己归零 重新再出发 于是我来到了一个 大家都很期待的 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的地方 就是我的创业故事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构想 怎么样快 因为大家知道台湾之光 就是诈骗电话 所以我们在想说 在这些诈骗电话 或是陌生电话号码来的同时 有没有办法快速去做 这个号码背后的辨识 所以我们透过公开的 网路搜寻引擎 以及群众智慧的方式 来快速累积这些号码的资讯 去做查询 那公司一开始成立 非常的小 非常的精致 我们有九个正职 有九个实习生 那最有趣的是 每天中午我们都要排队 等那个洗手间 因为你知道马桶回冲 有时候总是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那时候团队的成员 其实是窝在一个很小的空间 然后去感受创业的氛围 你可以看到 后来我们搬到一个 比较大的空间 那还是一样 我们把我们所有 近去到的国家的国旗 挂在墙壁上 感觉好像很国际化 因为APP创业就是这样 它没有所谓的 地域疆界的限制 你有无限的可能 在这个区域上发生 更重要的是 这个团队虽然小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 任何可以做大梦的机会 我们在公司成立的第一天 就设定我们的目标市场 不是只有在台湾 而是放眼全球 这件事情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困难 因为同样都是 土生土长的 台湾团队的成员 怎么样去了解 国际市场上面的变化 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议题 所以我们透过很多量化 跟质化的方式 来收集这些使用者的回馈 更积极地去做日本伙伴的布局 中东伙伴的布局 开始进军全球 但在过程当中 也有机会 我们发现 台湾有很多优秀的开发者 他们很多都是拥有百万以上的会员 所以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伙伴 一起主办了百万APP开发者的聚会 在台湾组成开发者联盟 那更在去年有机会代表台湾 到Intel APEC Challenge 去跟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创公司 一起去同场较劲 一起来做竞争 那这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是其实我们身在台湾 我们的选择并不会比较少 但是在西方国家 往往鼓励的是你不断去尝试 不断去快速验证 它就是失败的 所以往往失败越多的人 它越是英雄 但是我们在亚洲 往往会因为社会观感的包袱 或者甚至是你隔壁邻居的期待 你要去做很多的微调 你要去做很多的妥协 所以如果你没有成功 你就不能讲 所以在这场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这样文化上的差异 那当然我们团队 虽然成员很小 全部都是来自于台湾 但我们接受所有敢做梦 想做梦的人一起加入团队 所以那张照片可以看到 里面有两位成员 在结束他们实习生涯之后 他们就到了 现在在美国的Stanford 念EE 甚至有一位是在美国 密西根大学研究所 飞回来台湾 来Google Look 参与暑期实习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 并不是没有机会存在 而是没有一个 能够提供给年轻人感梦 敢做 敢想的地方 所以Google Look 在2012年4月正式成立 一路上分别获得了Yahoo 还有Google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 我们之后被Line的母公司 Never所看上 开始有了Line Who's Code的推出 接下来是熊大兔兔帮你去辨识 陌生电话号码来电 在过程当中 也很荣幸被 Never母公司所认可 目前我除了在Google Look的职务之外 同时也担任在Never旗下一间子公司 台湾区的负责人 我们不断地在想 如果刚刚这三个决定 我没有这样子去做决定 台湾会不会少了一位好教授 台湾会不会少了一个 优秀的外商经理人 我们不知道 因为决定的选项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做出决定之后 如何全力以赴 所以重点是 人生本来就是一段 由无数个选择 以及决定所组成的旅程 找到你的长处 设定你充满热情的那一个目标 然后勇敢去面对选择 所以现在就是你做出决定的时候 我是邱彦琪 谢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秋秋学长对我们的分享 每次跟秋秋学长讲完话之后 就会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 然后呢在就是观众用LINE 用那个BAND 已经要问问题了 一个问题是 该如何在强者还字的工作环境中 找到自己的价值 而且建立信心 其实我们所谓定义的强者 他可能不是全能的全才 他可能很会玩溜溜球 他可能很会做3D模型的列印 他可能很会在他专属的领域当中 成为领域的佼佼者 所以我觉得回应到我刚刚所说的 你自己要很知道你的独特的点在什么地方 但一旦你找到那个独特的点 你要想办法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那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独特的点 其实有一些小技巧 你可以去认识 或者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会场 有很多来自各个领域 各种不同身份 可能有学生 可能有上班族 在这当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 跟自己的过去的历史 其实你们可以去做讨论跟交流 创造出新的可能 而且可以去探索到一些 你从来没有涉猎的领域 所以在强者还事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独特性 要让他成为 要让你自己成为领域的专家 然后孤注于职 全力于福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 一定都有他专才的地方 所以不要放弃任何可能的希望 勇敢前进 然后再下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创业团队 要怎么样被国际创投看见 我觉得其实台湾是一个很棒的环境 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充满了很多文化的多样性 我们的台湾人民是具有文化素养的 而且其实在这个岛上 有很多无限的可能在不断的发生 所以我们台湾的人才在台湾在国际上 我们具有多国语言的能力 我们具有强烈的国际观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刻苦耐劳的精神 所以我们在台湾 我们并不要认为 我们就没有机会让国际看到 所以怎么样顺应国际的变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那其实创业团队重点 当然创业的点子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团队的成员 因为没有人在创业的第一天 就知道你最后会用 什么样子的服务提供给世界 而是这群人不断在过程当中 去做磨合 快速去尝试 快速去失败 然后快速再建立新的模型 所以我觉得重点应该是 找到一群伙伴 那快速去建立你们自己的 团队的运营模式 就有机会被国际的窗口看到 谢谢邱邱带给我们 这么精彩的演讲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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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